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這條就是我今天做的第二條片 講大陸的情況 什麼叫感恩 感恩是什麼東西 大家很值得討論 話說這個孫春蘭 中國國務院的副總理 政治局委員 他一直都逗留在湖北武漢中央派下去的一個 了解疫情最高級別的小組成員 去武漢那裏去小區社區視察 來到一個地方應該就是 青山開源公館 我不熟悉的地方 是這麼說的 這個報道 那條片在一個很高的樓上應該用手機拍下去 因為那些人的顏色那麼大 因為看到那些人 底下那些 浩浩蕩蕩蕩的 有個領導被人擄涌 後面有幾十人跟著來走 知道這個也是非常少的領導 一路走進去這個小區的時候 那條片就錄了很多 很遠叫的聲音 有個很尖聲的女士 這樣叫叫做 財音包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殺謊 形式主義 吃的都是高價菜 因為那地方是封閉式管理 然後是靠人們去統購 然後統一去分派 給居民 當然要收錢 不會免費 不會吃大鍋飯 不過這些菜 他們說很貴 不是官方宣傳的平價菜 這就是最觸動大陸人 即是說你騙我 我辛苦賺了那麼多錢 我自己去買好地地 現在你不讓我買全封閉息管理 於是找些人去買菜 高價賣給我 中間就過水濕腳 所以說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然後 然後在院子裏面 在庭園裏面 即是圓景的樓 我們香港比較明白 就是 很多高官高樓之間的社區的院子 有女士在喊 全部都是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有些人聽聽就要停一停 然後有個男子喊 假的假的全部都是高價賣 然後跟著有人喊 認識主義 亦有人向下大聲 大聲喊 不知是哪個領導 這個影片 在大陸的社交媒體流傳了一會 就刪除了 Youtube 現在繼續流傳 為何居民那麼興奮 因為這個開園公館的小區居民說 事實根本不是電視播報的供應充足 物價穩定 實際 辣椒一斑 領導是領導視察的時候 作秀 即是演戲 全部武漢找不到一元一斤辣椒 況且大白菜已經升價到11元一斤 OK 沒理由辣椒比大白菜更便宜 有機民說電視說10元一斤特價肉 12元一斤五花腩 但社區訂回來的 豬肉是50元一份 發覺只有一斤那麼大 50元一斤肉夠黑了吧 有機民說反感形式主義 社區物業都不是幹實事 只是會吹拉彈搶 社區物業沒有組織我們去買便宜賽 我們都是自己解決 即是 全部都是假 全部都是造假 孫春蘭 在武漢視察後 在中央自示台中說到 針對群眾現場反映困難和問題 孫春蘭立刻要求省市領導深入調查 不迴避矛盾 杜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堅持務實作風實事求是 切實解決問題提升群眾的滿意度 影片說陪同 村春蘭巡視的還有湖北省長 王曉東 武漢市委書記 王忠林等高官 武漢市委書記 在孫春蘭 巡視小區 過了一兩天 突然之間這位王忠林同志 這位武漢市委書記 是臨危壽命的 這個就下去了 做了一件事 那件事叫做感恩教育 這件事 我開眼界 大家不認識 那什麼叫做感恩教育 感恩教育 他是這樣說的 當晚就下令 要對市民和國安部展開感恩教育 感恩總書記 感恩共產黨 聽黨話 跟黨走 形成強大的正能 良 OK 在這個視像會議的時候 對這個武漢市幹部 作出以上的指示 王忠林是這麼說的 他說武漢人民 是英雄的人民 也是懂得感恩的人民 要透過多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活動 在港大市民中間 黨員幹部中間展開感恩教育 感恩誰 感恩總書記 感恩共產黨 聽黨話 跟黨走 形成強大的正能量 要宣傳民眾 發動民眾 依靠民眾 早疫情的防控工作 他本來就是山東濟南市委書記 臨危壽命 炒了馬國強元體的武漢市委書記 現在他做了武漢市委書記 OK 好了 感恩教育 感恩教育 OK 我聽完之後 覺得很難受 也忍不住笑 這個也是很 怎麼說呢 你看得到 中國的 黨的幹部就是這樣 不是真正解決問題 現在 剛才我講過 為何人叫 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原因不是反黨 不是對黨不感恩 也不存在感恩不感恩的問題 現在不是反黨 是什麼 是對於有人 上下其手 是不是 說 我代你不出來了 我代你買菜 代你貿易 OK 不過中間剝削 本來就說多少錢一斤 現在去到50元一斤 10元一斤特教育 現在去到50元一斤 12元一斤 五花藍 現在去到50元一斤 50元一斤和12元一斤和10元一斤差很遠 你擺明騙我 現在就是 基礎基層的人 基層的幹部 在中間就是落格 OK 所以他就說假的全部都是假的 假的不是說你的黨是假 不是說你孫春蘭是假的 假的就是因為 大家的人 在落格引起群眾的不滿 亦有個說法就是 有個報道就是 他說 領導來的時候本來 那個小區那條巷 很骯髒 垃圾亂擺 社區 從來都是骯髒的 垃圾走道是很骯髒的 但突然換了全部乾淨的垃圾桶 乾淨的垃圾袋 所以 之前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即是 中共永遠都是這樣 香港也是 林鄭去康美樓 不拆到那些長的紙皮尺都掉了 是不是 我意思是搞清潔 那個 阿姐跟林鄭說 林鄭說你什麼崗位 我搞衛生 一聽就知道他大陸來 大陸最喜歡搞衛生 我喜歡搞清潔 不是搞的清潔 清潔 OK 那當然 領導幹部 當然需要 寫太平地 你香港也是這樣 所以 寫太平地 你寫得夠 你不要買東西在我格 不要打我斧頭 他就興興在這裡 興興在這裡 你就解決了 究竟誰去打斧頭的問題 是不是 你解決了你不要宣傳那麼便宜 提高人民的期望 結果 結果是失望而回 他當然是興興的 那就解決這些問題 但是 老共永遠不是這樣 去看這個問題 永遠都是 這樣 如果沒有我們黨在 你這群人 拚了K 為何拚了K 疫症全部都中了 拚了 死了 現在是黨救你 你也不懂得感恩 OK 這就是 老共的思維方式 他不叫別人 不想別人 禁止別人去想 這個疫症究竟的源頭 為何會發生 只是 要別人引導別人的思想 你今天仍然能夠生存 你不死 你應該對 總書記 對黨的領導 百般感恩 因為是黨的領導 總書記 果斷的措施 封城的措施 救回你們一命 OK 為何要用這個方法洗他們腦 很簡單 怕著有民變 大哥 1月23日開始封城 2月23日已經一個月了 現在一個多月了 OK 人都瘋了 現在 一定要安撫你們的民心 那些人開始躁動 買東西又貴了 終於有人下格 於是他們就說 你要懂得感恩 你要感恩 要產生靜能量 接下來會怎樣 你不感恩 動來 拉來 就是這樣 福建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不知怎樣感恩 那個困住 我們做隔離的那個酒店 突然間倒閉了 本來應該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他們說 根本沒有新增的個案就可以出來 倒閉了連醫護人員也死了 我想問 需要不需要感恩 那誰的人 那麼荒謬的事又發生 在這個疫症已經荒謬了 隔離疫症的地方 都倒閉了 本來 想著都差不多了 14天就快結束了 可以重獲自由 誰知道 雖然染不了這個病 結果就死於瓦力底下 這個世界 有沒有那麼荒謬 他可能也要感恩 救出來的人你就感恩 沒有 公安、消防員救你 你死了 你應該感恩他們 他們又不問 為什麼我住在酒店裡面 會突然倒塌 崩潰式倒塌 而困在瓦力裡面 有沒有人磨的成份 我要感恩感恩誰 總之你不要追究 所有東西你感恩就可以了 這就是他們的思維 到今天 這又有另一個主旋律 OK 這就是 和他國際 上 全世界去感謝武漢感謝中國 是同出一次的邏輯 大家還記得 當 有人 有內地的人 有內地的媒體人 就說 對這個 亞洲病夫這個稱號大家不用那麼緊張 這個招牌已經打爛了幾百年 是幾百年前的事 打爛了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現在 我們這個病 為世界添煩添亂 我們是不是都需要 大方一點 向世界做個公道歉 我覺得很合理 是不是 但是 他這樣的話 這樣做的話 就會令到全世界人會覺得 中國 真的 帶來這個疫情 帶來這個病 傳了出去 OK 就會埋怨你也好 或者制裁你也好 於是要把這件事拉回來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向 全世界道歉 是全世界應該向我們道謝 因為 因為有我們在 有我們的犧牲奉獻 因為有我們封省封城 這些嚴厲的措施 然後 將這個疫症 去壓止了下來 OK 很可惜已經傳到全世界了 不要緊 傳到全世界不要緊 你向我們學習 我們有些措施 你可以借鏡的 你虛心向我們請教我們 我們會教你 OK 很多人都說 你的口罩也在我們那裡來 抗生素也在我們那裡來 其他藥在我們那裡來 我們現在沒有向你禁運 我們繼續供應給你的 有餘力可以給你 你放心 OK 你是不是應該向我們感恩 我們沒有 以怨 以怨報怨 我們反而是以怨報得 我們沒有向你禁運 你沒有老一開始的時候 就要什麼 撤橋 撤走事館的人員 禁止航班 封中國的關 我們都沒有 我們多大方 意思就是 你不要去追究 整件事的源頭會發生 而是 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能幫到你的 你多謝我 整個思維就是如此 我又很記得 有一個 下來香港 大陸下來香港的官員 說過 對民主派 如果不是中央對你們格外開恩 你們的生存也有問題 大塊這個意思 我聽完之後 這真是什麼邏輯 這真是強盜邏輯 一個惡霸 是吧 許桃村那裏 奸人老量 無我不作 打架劫舌 然後就說 我現在留下你的狗命 你應該多謝我 我是你的救命因人 我不殺你 你應該多謝我 於是就 多謝大人 大爺 不殺之恩 不殺之恩 也要多謝 不殺 你就要感恩 這個就是 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老共的邏輯 現在 為什麼在世界上 出現在這個疫症之後出現那麼多 有這個排華的跡象 有這個排華的苗頭 我覺得不是純粹 人是種族歧視那麼簡單 不是純粹 會覺得中國人什麼骯髒 是疫症的來源那麼簡單 可能是18世紀 一些 仍然是 很根深蒂固的對中國人的形象 我反而會覺得 是現代的中國 就是中共統治的中國 那種財大氣粗 譬如 去買人的東西 現在的疫症 還延全世界的時候 突然沒有了口罩沒有了消毒液 突然想起原來早前中國人來 大陸的中國人去掃貨 搞到他們沒有了 他們覺得 我們現在國家出現這個情況 那些東西這麼貴乏 是中國人引起的 那個排華 那種情緒就會出來了 而且 不單止 你那種 財大氣粗 亦都是 去到 這個宣傳裡面 然後就說 我沒有對你不住 我不應該向你道歉 全世界應該向中國道歉 中國這個犧牲很大 這種 很令人討厭的氣焰 在這個時間 爭論這些我都不明白 爭論完你爭論贏了又如何 多謝你 多謝你不殺之恩 多謝你 多謝你 犧牲奉獻 但現在的結果是 疫症是長到全世界 疫症是來自中國 於是你說 疫症源頭未必一定是中國 雖然疫症 似於中國 這也是廢話 我想問 誰吃蝙蝠 如果那個蝙蝠我當那個蝙蝠是哪裡來的 我當那個蝙蝠是非洲來的 我當蝙蝠是美國來的 美國人有沒有吃蝙蝠 沒有 中國人吃蝙蝠 中國人吃完蝙蝠 好像袁具雄所說 人類要和野生動物保持距離 河水不犯井水 你吃牠 牠就反逝你 是報復 誰吃蝙蝠 誰吃蝙蝠就不得好死 誰吃蝙蝠的源頭就在那裡 不要爭 他不得好死不要緊 不要緊 他為和全世界 你還在爭執 你犧牲有多大 全世界要向你道歉 這個世界 為何會有這樣的邏輯 這個世界只有兩種邏輯 一種叫邏輯 一種叫中國邏輯 這個世界有兩種道理 一種叫道理 一種叫中國道理 中國人有錢了 所以說所有的東西 都是中國道理 都是中國邏輯 你不要跟我爭 我有錢 我就要有話語權 好像 我舉的那條片那樣 那個女主播 是不是 我們現在 就是 立於 強國之林 但是我們 沒有做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仍然是被罵 免於被人 被人 被人捱罵 這件事 做不到 所以華語權多重要呢 如果我們掌握華語權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實現了之後 誰敢再罵中國要中國道歉 我就會給你們一些顏色 那種惡霸的形象 可怕得 你會想一下 如果在聽這些說話 這些說話聽在 外國人的意義裏 你說對中國人 的形象去加分 還是減分 所以這條片我想說 所謂感恩的 要向中國 領導人感恩 感恩教育 他不單止是 去教 教育 抵押 群眾要感恩總書記 感恩共產黨 聽黨話跟黨走 形成強大的正能量 他甚至 要求全世界 都進行這個感恩教育 沒有中國人的犧牲奉獻 這個世界就倒閉了 這個感恩教育 這個也是 很典型的 中國邏輯的表現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 星期日來 都是 不適宜 不適宜那麼勞累 繼續支持我 繼續 CLS 繼續按鈴鐺 就可以 通知大家 何時上片 這條片 我會在Patreon 看到先 如果大家想先島為快 就希望 參加 那個平台 今天到此為止 拜拜 我會在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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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Patreon